每道忙中前后 农村的小麦一成熟 收麦子就成了农民的头等大师 毕竟入夏之后的天气说变就变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异常的天气 一旦遇到暴雨或者大风 小麦收成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所以在小麦成熟之后 抢收就成了农民的第一任务 为了保证充足的人手 每道麦子成熟的时候 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会赶回家帮忙 收麦子 不过这些人每次都是来去匆匆 从收麦子到卖粮 前后最多也只有十来天的时间 如今地里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成 按理说大家也该再次进城打工 不过今年的农村 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很多农民在收完麦子之后 却没有马上离家的打算 这两天在农村还能看到很多返乡的农民 一问才知道他们决定不再进城打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都知道打工的收入 是很多农村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 那为什么农民都不着急进城打工挣钱了 其实农民之所以不愿马上进城打工 主要是处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马上就要到夏至了 接下来就是最炎热的夏天 对农民工来说 这也是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很多在工地上班的农民工 体力消耗严重不说 还经常曝晒一整天 时间长了身体实在是吃不消 所以很多人就算要进城打工 也会特意避开这段最热的日子 其次对部分农民而言 进城找工作也存在不小的难度 虽然城市里一直有用工慌的现象 但是农民如果没有一级职场放身 又没有说过太多的教育 想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 尤其是在大多数单位招工 都有年龄限制的情况下 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找工作就更难了 另外虽然城里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 可是消费水平也不低 农民工就算省吃俭用 每个月的房租水电和生活费用也不低 除开这些花费之后 每个月也存不了多少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 比起进城打工 很多农民更愿意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找活干 正是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 很多农民虽然已经说完了麦子 目前却没有进城打工的意愿 这样看来农民其实也不容易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是你你会做何选择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